大船进港 有许多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原住民族人 组成了第一民族气候战士船队 前进太平洋的航程 其实历时三四年之久 陆续停靠太平洋沿岸许多国家 就是为了要加入世界公园大会的讨论 来到雪梨的雅拉湾 几艘大型双尾独木舟已经靠岸 这几艘大船 载着来自纽西兰 萨摩亚 东加等 太平洋岛国原住民族人 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好几年的时间 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 航行的目的是要让更多人 重视气候变迁的严重性 我们在最后四五年 旅游沿岸直到美国的沿岸 持续社会的信息 社会的信息 社会的信息 保障航空 这种东西 尤其是很多人 从第一国的观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代表及领袖 从11月12日到19日 聚集在澳洲雪梨参与世界公园大会 针对保育的议题进行讨论 而这几艘大船的出现 是为了要从最受到危险的族群的角度 提供来自太平洋的观点 关注我们的海洋 与气候变迁 对太平洋岛国原住民族人来说 船的意义深远 这些远航船只都代表了家族谱系 族人可以追根溯源到特定的独木舟 而每一艘独木舟 都是活生生连接族人和祖先的神圣宝藏 这些远航船是用于我们的祖父 来发现新的土地 找到新的机会 所以今天我们不想找到新的土地 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 我们来到这边 来到这些土地 但是我们现在在旅游航船 我们也有这些人的关系 这些人和所有的第一国人 现在在这里 我们有我们的民族 从沙漠 从通河 从菲基 从新西兰 从北国 我们的约翰海洋群 我认为在结果 他们真的在旅游航船 和旅游航船 为了一个能力的 能力的国家的声音 让世界需要 这几艘独木舟 在11月12日早上6点 离开亚拉湾 并且在八点左右抵达达令港 加入世界公园大会 为期一个星期的讨论 记者赌亿 丁波红编译